大家好 咱们今天来聊一下中国的新陪都雄安新区的话题 最近跟它相关的有两个事比较引人注意 第一个事情是12月13号 雄安新区管理会宣布说经过审核 会有48家企业落户雄安 其中央企19家民营企业21家 这样加起来也就才40家 剩下那8家企业哪来的 报道里面没详细说 我猜也许是外企 在央企里面有中传重工 中国建筑 民企里面要落户雄安的有比较知名的那个BAT 就是百度阿里腾讯 这些企业可能只是签部分机构过去 不一定是签总部 报道说这48家企业都是高端高新产业 什么前沿信息技术的企业 有14家金融服务企业15家 高端技术研究院7家等等等等 总之归纳成一句话 这个报道的基调就是名流云集签雄安 高端大气上档次 这个裴都雄安 它一定是朝气蓬勃 蓬成万里 好现在名单定下来了 接下来大迁移运动 我想就要开始了 另一个消息就是12月11号 雄安新区召开了庄案组 专项工作会议 要求新区的三个县持续深入开展打黑除恶和打扎储匹专项行动 这有一个新名词叫打扎储匹 连扎和匹都成了要通过专项行动加以铲除的目标 为这个新培都清扫社会环境 至于谁是扎和匹啊 这个好像目前我没有看到界定 这个话题以后再说 总之现在是定下了目标 要求每个县一个月之内至少要办一起涉黑案件 就是打黑除匹案件 所以21世纪又开始了一轮这个指标道库的抓恶霸的行动 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说高大上企业们落户雄安这个事儿 我们讲企业你如果让它主动迁入一个地方的话 它有什么样的动力会这么做 首先当然是这个地方 它得是资本挖地 水往低处流 资本它是往生产要素价格低的地方汇集 它才能够获得更高回报嘛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的价格和资本企业家才能 企业家才能和资本呢 它是投资者自己所能控制的 所以一个新的经济开发区能不能成为资本挖地 咱们首先就要看它的土地价格 或者土地使用价格 然后是它的劳动力价格 再然后就是政府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政策 便于刚才所说的生产要素彼此结合 先说土地这块啊 雄安新区土地便宜吗 你要跟北京比当然便宜 但是比起河北省别的地方就不见得便宜了 雄安新区要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它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 请问供应充足吗 或者说它的这个工资水平相对低廉吗 现在还说不上这个事啊 它要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本地劳动力市场 它得先把这些院校和科研机构 从北京签过去以后才说得上 这得好几年的功夫啊 它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呢 可是到这儿呢问题又来了 就是你把大学院校签过去之后 人们就愿意留在本地工作了吗 你说这些毕业生毕业以后就愿意在当地工作了吗 你要是生活设施不健全 生活不方便 人们也不愿意 你生活设施健全了 可是相对来讲啊 如果房价太高 生活成本太高 人们一算这个账 生活在你这个小地方还这么高成本 我还不如去大城市 去大城市虽然是说这个居住条件差一点 但是各方面机会多一些 是吧 整体生活设施要上个档次啊 那人们也不愿意留在雄安 那我们再来看雄安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理上的便利条件 比如它是不是离市场近 是不是靠近原料供应地 它对于企业缩短供应链 节约成本是不是有帮助 雄安呢离北京大约120公里 离天津110公里 所以它和津津两地 大约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如果你要说这算一种地理优势的话 最起码这一地区别的县市也具备同样的条件 所以雄安它在地理方面也不显得有多么特殊 对于企业缩短它的供应链来讲也不见得有多么特殊的吸引力 最后我们来看啊 政府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便与生产要素相结合 我看到今年四月份的报道是说迁入雄安的科技企业提供三到五年的免税 同时政府提供办公室租房方面的优惠减免 大概就是政府为企业租房提供补贴这么个意思吧 可是全国多如牛毛的经济开发区都有类似的政策呀 那很多经济开发区那也是没几家企业去的 也很秋的呀 所以企业如果不能在投资回报上看到直接的前景 你光给它减税提供便利有什么用呢 它没的钱挣 你给它减税它也没动力去呀 好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啊 有些朋友听起来是负面因素比较多 也许有人会说你别忘了 中国有一个特点叫做举国体制 只要中央决定要把雄安打造成中国硅谷 你看雄安离北京一百多公里是吧 那硅谷离旧金山七十多公里 距离其实差不多 那只要在中央的动员之下 科技企业一进驻雄安 那雄安不就是硅谷了吗 这个说法呢也许有点道理 不过大家要搞清楚啊 硅谷在它出名之前 它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名的 在它出名之前 它旁边那个斯坦福大学 就已经存在了大几十年了 好不好 这个地方在成为高科技企业的汇集之地之前 先是由美国海军和航空航天企业的积淀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特曼的教授 在这个地区开办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园区 一开始也是只有几家公司 后来呢 渐渐企业多了起来 他们应用大学的研究成果 给学生提供就业 同时他们那个租地的租金又成了斯坦福大学重要的经济来源 所以学校教育企业创新市场这几个要素 它形成了内在的血脉联系 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 后来又赶上了六十到七十年代电子工业的蓬勃兴起 这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被投资新办起来 它是天时地利人和集虫因素的叠加才造就了硅谷 而且前后经历了几十年 它不是一夜之间办起来的 它是在一个一个企业 一个一个个人具体成功的基础上有机生长起来的 这是美国的硅谷 它可不是靠美国总统或者国会在地图上画个圈 好你们这些科技企业都去吧 我给你们什么减税的优惠 给你们租房的优惠 你们都去吧 它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造就了美国的硅谷 而今天的雄安新区显然 它是不给你这种自然生长的时间的 共产党的领袖们咱们扒拉扒拉 同时具有雄心和耐心两样品质的 扒拉一圈还真只有邓小平一个 斯大林毛泽东和今天的习近平 他们脑袋里面主要就是四个字 叫大干快上 他们觉得靠举国之力 想造就一个什么就能造就出来 咱们说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这些企业 他们自己有啥动力去迁到这个 要啥没啥的雄安新区去呢 在这干耗烧成本 等个十年八年 等它慢慢发展吧 他们的动力 其实无非就是那个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谁让你们这些企业名气大呢 你名气大 那肯定你得先表态支持中央 是吧 中央有决定 你不冲在前面谁冲啊 这些事情呢 这些企业也想得过 它不能算经济账 它得算政治账 它得把这些投资算成政治投资 配合中央的千年大计 你才能够在国内安稳赚钱吗 什么联通混改 迁往雄安 BAT这类企业 都是当挨仔的冤大头 你得出钱出力 还得喜气洋洋的配合宣传 当样板 给别人做出表率 这都是马云马化腾嫩想要在中国发展事业的成本代价 也许有人会说投资房地产 囤地啥的 雄安还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那这个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用行政手段让企业学校们签雄安这个事情啊 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接下来咱们又开始讲故事 就是秦始皇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以后不久 秦始皇就命令天下富豪十二万户 移居咸阳 当时秦国的首都是咸阳 原来六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呢 你都别在老家待着了 都搬到咸阳来 所谓富豪之豪指的是豪强大族 主要是六国的那些旧贵族 而富主要指的就是富商大谷了 其实在这纸赵令之前 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 针对各国的高端人群的迁移政策 已经在逐步实施了 比如秦在破魏以后 就命令魏国的富豪孔氏搬到河南南洋去 秦破赵以后 赵国的富豪卓氏也被迁往蜀地 就是今天的四川 后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闹出了爱情故事 这个女主角卓文君就是这一家的后代 汉朝明朝初年都有类似的政策 汉武帝也曾经把天下的富豪都强行迁到茂陵附近 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 第一是打击这些豪强大族的势力 让他们到人地两生的地方 他也就无法作乱了 切断了他和原来的社会联系 也就消除了他们对中央王朝的威胁 所以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 但同时还有一个经济目标 就是让天下的财富集中在首都周围 以后政府想扩大财政开支的时候 他随便找个理由 给这些富商大股加税 这些肥羊就在朝廷的眼皮底下 伸手就能够得着 因为以古代比较低下的行政效率 假如这些富户们散居在全国各地 皇帝又对不同的地方控制能力参差不齐 他收税不方便呢 你要从他们身上剪羊毛要挤钱的话 这个行政成本也很高 那就把他们事先都拢到皇帝眼皮子底下 就好像在你们家门口安一个ATM取款机 你有需要的时候穿个拖鞋一出门就能取到钱 这个多方便对吧 还有个说法是逼大地主搬迁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 但是被逼迁的人里还有大量的商人 那就不仅仅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了 可是这种强制性迁移的后果是什么呢 你基本上会发现 每当这种迁移政策实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都发生了大范围的经济萧条 咱们举个例子说吧 战国时期为了各国之间的竞争 富国强兵是第一位的 所以各国都采取比较鼓励商业的做法 所以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繁华的商业大都市 比如齐国的林兹 赵国的邯郸 魏国的大梁 楚国的寿春等等 以当时天下第一大都会齐国林兹来讲 在苏秦劝说齐宣王合纵的时候 他曾经说林兹就有七万户 就从这一个城市里面抽丁就可以出兵二十一万 然后到汉武帝时期 汉书引用主妇演的说法是说 林兹十万户市租千金 人重阴富,距于长安 听起来呢 仍然是在夸林兹是很富庶 光从市场收租税就能收到千金 但是大家请注意啊 从齐宣王到汉武帝中间过了差不多两百年 天下的人口从当时不到两千万 增加到汉武帝初期的五千多万 可林兹的人口只从七万户增加到大约十万户 其实它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我为什么要挑林兹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呢 因为秦朝灭六国和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期间 齐国这个地方它都没有经过太激烈的战斗 它人口损失比较少 特别是天下比较动乱的时候呢 人口会往相对安定的地方集中 可即使是这样 林兹的繁荣程度从战国到汉朝鼎盛时期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说明从秦朝末年到汉朝建立天下进入经济恢复的那六十多年时间里 商业都市其实它都处在一个漫长的衰败和停滞期间 这段时间内当然有汉朝重农易商这个政策的影响 但是我认为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就是从秦朝到汉朝初年多次强制性的迁移人口 秦始皇开了这个头 汉高祖和汉武帝有样学样 当时这些执政者的头脑里啊 他的执政思路和战国时期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大王朝了 他必然这个施政思路要调整 但是当时的皇帝他对于经济 对于市场对于社会结构所理解的很肤浅 他们就是觉得把富人划了到我眼皮子底下 就相当于我家门口按一个ATM取款机 我以后征税方便 可是他们不懂得的是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哪里 是在于他们的家族多年经营所形成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络 这些富豪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居于枢纽的角色 财富既向他们汇集 也通过他们的手流转到别人手里去 所以你强行把他们迁到京师附近居住 就是人为的破坏了这个社会关系网络 人为的破坏了经济生态 不仅这些富人失去了自己财富的来源 也让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地方经济结构被破坏 其结果就是富人和他们原来所居住那些地方的人们同时陷入贫困 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对城市经济商业经济的破坏 这种强制的迁移它是打断了中国历史上这个工商业发展的进程 那从秦汉以后中国得再等一千年到了南宋才迎来了工商业发展的又一个机会 不过呢又被蒙元的入侵所打断 然后明朝建立以后呢 朱元璋也来这一手 他也是把天下富豪迁到京师附近居住 所以很多人觉得奇怪呀 为啥中国的工商业始终发展不起来 它要能发展起来才叫怪了 当然时代变了 技术条件变了 社会环境变了 但是用行政手段搞人口迁移这种事情还在发生 当然咱们不是说把企业迁到熊安去就会造成像秦汉那么严重的后果 它毕竟呢只是目前迁移一部分企业才48家规模不大 关键是认知方式不变 几千年来没有进步 当政者觉得只要我运用政治权力把财富聚拢到一堆 这个地方就能繁荣了 秦始皇是觉得我只要把天下富商 集中到咸阳 这事儿就齐活了 我这儿经济就繁荣了 汉武帝是觉得我把天下富商都集中到茂陵这块地方就齐活了 今天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这些高大商 什么BAT这些大公司都迁到熊安去 就齐活了 这个地方就繁荣了 接下来呢我想再介绍一篇博客文章 也是有个朋友推荐给我的 就是一个叫做二大爷别院的微信号 他的很多文章我觉得很有深度 是蛮不错的 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熊安的 叫做《沙漠里的别都赫连伯伯的统万城》 先介绍一下赫连伯伯这个人啊 他是中国十六国时期匈奴民族的一个领袖 他在北方建立起一个政权 叫做大夏国 赫连伯伯这个人是内迁到汉朝的南匈奴的后裔 他本名叫刘伯伯 由于他觉得自己寿命于天 自我感觉好到爆棚 所以他给自己改了姓叫赫连 就是显赫尚连于天的意思 所以史称赫连伯伯 你听这个名字叫伯伯 很萌很可爱是吧 其实他一点都不可爱 他是十六国时期一个残忍的 非常出名的君主 他修建这个新首都统万城的时候 城墙修好了 他就找士兵来试试这个城墙揭不揭示 追入一寸 击杀作者 就是只要兵器能够刺入这个城墙一寸 马上就地诛杀 修到城墙的工人 而且把他的尸体也一起住进城墙里面 就这么残忍 那他这个新首都为啥叫统万城呢 也是君临万邦一统天下的意思 所以赫连伯伯他是名如其人 他是野心伯伯 是野心伯伯的伯伯 不是很萌很可爱的伯伯 这座统万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座很奇葩的废都 就是被废弃的首都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别的废弃的首都 比如曹魏时期的那个叶城和辽金元时期北方政权所建立的几个都城 但是统万城在他们当中仍然是奇葩中的奇葩 是因为他存在的时间太短了 他在公元418年建成到公元427年被北魏派武帝拓拔韬攻陷 满打满算 风光了也没满十年 然后呢就是只作为一个军事要塞存在过一段时间 再然后就被彻底废弃了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哪个地方都没有人记得了 这座大下国的首都 既不选在交通便利有河流环绕的地方 同时又没有战略纵深山河之故 它又不是经济中心物产复述 它又不是人文汇萃的历史明都 选在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作为首都 唯一讲的过去的理由就是这位赫连伯伯大王觉得自己要定都长安的话 离他北方老家太远 会被显卑族的北魏抄了自己的老巢 自己在长安也待不长久 其实这个理由也不太站得住脚 为什么呢 因为定都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要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因素 以及你长远的战略目标 那你说刘邦老家还在楚国呢 也有说是魏国的 他照样定都长安以秦帝关中作为根据地 而这项羽就比较傻 他就非要回蓬城放弃了关中 最后竞争当中是刘邦胜出了对吧 总之不管那么多了 这位赫连伯伯大王就是天资英众 一拍脑门有了 一拍胸脯成了 在地图上画个圈就定都在这里了 因为人家伟大嘛天资英众嘛 所以随便画个圈就是千年大忌了 结果他刚撬辫子两年 统万成就被北魏所攻破 大下国就灭亡了 他的千年大忌也就成了笑话 你听统万成这个名字很牛啊 很霸气啊 是君临万邦一统天下 雄安新区这个名字也很牛啊 是雄聚一方安定天下 这两个地方不仅名字很接近 而且他们的由来 那个头脑好像也蛮接近的对吧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个星期一再见